受圣地里聊经文字幕,大家好,我是王十一 我要重新高考了 是的,你没听错,我也没有说错 就是要重新高考 所以说严格来说,我现在是高中生 从我上班到一次次的选择 我发现我这个人运气真的是好到没有边了 你说像一开始毕业 本来我是想直接工作就算球了 销售就销售吧 但是老师硬是让我去学前端程序 我学完之后就去杭州了 正好踩在电商的风口了 职业就上了班 后来就干一行按一行 在做电商的时候,我刚开始 做设计的引头子就特别大 就啥都想学 像修图,熔图,舍量插画,CCD 别管学的怎么样 我还真都是交了钱报班去学了 后来就感觉电商做的实在是腻味了 就整天是那种沙马特牌版 大背景炫技合成 还有那种特别突出的冷暖对比 然后你再一看UI吧 你就感觉哇 这个真的是太渴了 这是我的菜 你说又简约还有用 然后更加的是 电商那个互联网圈是要比电商圈大一点的 于是呢我就转让做UI了 然后这个也是巧啊 我就刚学完UI 基本上就算是搭上这个UI的末班车了 也顺利上了班 然后接受了正规的这个互联网一套流程 就这么个洗礼 然后像是工资呢也是一下子翻了一倍 然后再后来我就是做上自媒体了嘛 然后一直到现在啊 就发现我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了 所以呢以后我会继续更新十一干货这个系列的 就跟大家没啥事也说一说 就哪些行业或者说哪些工作和技能 确实是很容易悦入过案子 我当时就比较稳点吧 就那个时候赶上这个资本就热度很高 就那公司我要的都心里发慌啊 但是就硬要啊 他就硬给 就大概的阶段就是12K这个是开始 然后就是15K 然后18K 然后到18K这就算是我就到头了 这几个K我基本上用了三年时间吧 有的人一年可能就达到了 当然了如果要是程序员的话 他就可能会更高的 不过这个当然也跟你自身是否完全的躺平 是有关系的 你要是半躺不躺 这种是属于大多数的 所以你还是不要躺得太平 而且食物相瞒 像是我做了自由职业之后呢 也不能说是自由 只能说是地理相对自由了 就是除了自己的时间相对多了一点 剩下的基本就是和以前的收入也好 生活也好 基本就吃平了 我也没觉得我有多大的空间和自由感 所以呢我也在考虑 如果说以后我上了大学 在学校里面穿个夜啥的 就弥补一下当年的这个遗憾 但是从表面上看啊 我可能就是走了一个雨圈 然后现在又回到原点 但是我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态啊 包括目的感触技能和底气 这跟当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呃除了年纪大一点嘛 不过我不是很显老啊 其实去年从北京突然回到哈尔滨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考试的 呃我是专科生 这点就没什么好藏着阴着的 刚开始我可能要写着别的学校 但是后来一想面对自我吧 不过大家既然喜欢我 应该是因为我这个人的本身 不要脸了有点 就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展示自己 我觉得就很好了 不过当年我确实是有点自卑心的 就是那个身边就那么是 哥伦比亚大学工业设计专业 数值研究生 然后右边拿一个就是 同地大学的高材生 你这就没法露科呀 然后我就只能说是偷偷学技能了 我倒不是说有什么天赋啊 这只能说是勤能补卓了 不然还能干啥呢 而且我就不信啊 因为我是专科生 你就要取关我 好吧 你要是取关了 那等我考上了大学 你一定要记得再关注回来 咱们拉钩 其实现在说到学历呢 我当时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你像比如说我通过北京自考弄了个本格 但是懂的人都懂 就这种的 无论是求职啊 还是积分落户啊什么的 并无大用 而且无论是专科还是本格 都属于敲门砖系列 就是敲个门槛而已 而且也就是工作的前两年好使一点 就等到以后呢 这个弥补学历的方法是有很多的 但是前提啊你别躺了 你得趁着自己年轻有这么一股劲 不然你在社会上摸发滚打的越多 你躺的那个心态就无限趋近于平 就个别人例外啊 可能有的人就特别自律 那我就不是特别自律的 我就半躺不躺那种 就比如说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啊 就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啥子 你再不行你做个抖音 你就边学边输出 然后形成一个闭环 那个也都是可以让别人看到你 或者说认可你的方法 除非说是有的公司就非要奔科 就是说他为了去抵税 然后省点钱 那就没有招了 职场大概咱就说这些吧 毕竟我以后可能就脱离职场了 下面再和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重新高考的原因啊 我还真的不是这个头脑一热 我就回去的 大家知道就是专科毕业的那一年 是有一个专生本的机会的 考上了之后呢 再练两年就是正常的同招本科了 然后我身边很多同学也都是这样上去了 不过我是有苦衷的 就是当年我上了大学之后呢 基本就没怎么花过家里的钱 当然除了第一年啊 第一年还是家里这个亲戚给凑的 后来呢 基本上就是助学金奖学金做兼职 然后还有个助学贷款 但是最后那一年毕业 你必须需要还上的 不然你是拿不到毕业证了 当然现在来看啊 万八千呢 可能也不是很多 但是对于当年的我来说 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看见身边的同学 通过专生本 然后上了本科 我是真的很羡慕 但是这个羡慕归羡慕 还是得认清现实 我必须得上边赚钱 然后由于在上学的时候 兼职做过房产中介嘛 所以真的是哪条路都不白走啊 然后毕业后和老师的一番对话 就是我最后是选择不再干销售了 就当中介的那段日子 过得确实还挺充实的 那每天早上给那块跳那个抓钱舞 这一下一下就可傻了 但是我跳的可欢式了 而且还能锻炼自己的这个交流能力 但是没办法 这个又累工资又低 然后于是呢 就一咬牙一跺脚 就去贷款 学那个叫前端程序员了 那叫前端工程师 反正就这么低 这工作的前两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还贷款中度过了 就当我在把钱还完的那一刻 我真的是感觉这个 一身轻松啊 我觉得大多数人的抑郁情绪 基本上都是缺钱这来的 像是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 是有使命感的 这老粉知道我是爷爷奶奶养大的 我奶呢 是我初一的时候走的 就很巧 清明节那天 而且还下了点小雨 别的不多说啊 就反正临走的那最后一口气 是在我这个怀里面吐水的 然后我就当时一直嘟囔着 我说一定考个好大学 考个好大学 但是就没做到嘛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 我当年英语考了11分 然后语文考了135 就从这咱们也能看出来 就我比较极端 不喜欢的那真的就是油烟不尽 喜欢的像语文 我高中写了两本小说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就那老厚啊 这写完之后呢 我家厕所的那个纸 就从此没断过 我不知道别人的使用感受啊 反正我自己用 是一点都不拉屁股的 这算是弥补内心的遗憾吧 还真的是有定数啊 以后各位可散策而行 千万不要轻易的 赌咒发誓啊 这我不就回来了吗 然后第三点啊 应该就是不甘心 就是没有在适当的年纪 做正确的事 但当初也不是刻意 只是现在后知后觉 当年我在学校真的是 稀里糊涂过来的 一天天养了而扔了 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以后大家都打游戏吧 我也玩 然后还自封国服第一暴女 当然了那个时候还是中单暴女 就一Q一个小朋友的那种 我现在还能想象到 就是闪现拉开距离一个Q EC满血就没了 但是吧 这个游戏归游戏 它也只是个游戏 工作之后我可以感保证 我再也没有玩过 它只能是独属于青春的一份记忆 但是在学校里面充业 我是真的是一直想着还没做的 所以这次我打算 带着我五年的工作经验 重新回去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给自己什么太大的压力 就该吃吃该快玩呗 然后分享一下我的大学生活 就挺好 最后呢 我也算给大家打一个样 就不是说让你学我哈 就我之所以这么潇洒 是因为没有人能管我了 像我爷年纪大了 今年已经85了 这也打不动我了 这老爷子说话都不太利索 就让我随风飘吧 但是你呢 你要考虑的现实一点 像结婚生子啊 家庭因素啊 或者说以及你的工作前途等等因素 不过万一啊 你要是有什么大胆的想法 就比较脱离实际的 但是自己还不敢下决心的 你可以看看我 我替你去前面探探路 好了 我是双一 喜欢的话呢 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等着为大家记录 我的第二次高考啊 如果说你有什么好的故事 也可以分享给我 没准着咱们可以成为小伙伴呢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